前军很可能 选择在他工作单位总化 吴队长已经在 赶过去的路上了 咱们快走 走 跟那个时候一样 跟你爸爸出事的 那个时候一模一样 妈 你别胡思乱想 现在我什么事都没有了 瑶瑶刚开始 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她明明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安稳稳地工作 将来嫁人生个孩子 那种生活 对姐姐来说没有意义 现在的生活 才是她所追求的 我知道 我只是担心 没事的 没事 不会有事的 周围什么情况 这边是宿舍 这边是仓库 也就是这边是厂区 现在大概是五千人左右 已经出色了三千群众了 你了解这情况确定 确定 队长 轩人 你刚回来都没休息好 就赶上这家案子了 没事 案子是不大 现在情况怎么样 队长 这是警察网上 您好 他说有人看见前军进了仓库 仓库 哪个仓库 就是这个仓库 这个 里边有气瓶的 要是炸起来 这边好说 那个回收车间的 那不就麻烦了 里边就进不耗人呢 那这样 我们配合一下吧 马上疏散工人 方圆屋外面 拉扯警察大 听听说的 好嘞 好嘞 行动 回收车间那么大 再说一遍 八点十多分钟 才能把人都照顾 要是有人能进仓库里 去找找钱就好了 队长 我认识那个前军 让我进去吧 你疯了 这个仓库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也许我阻止不了它 但是我至少能够争取到 足够的疏散时间 你放心 你们没有多大 我可以找到它 医生啊 医生 医生 这不接电话怎么办 你叔叔说 他已经去现场了 你虽然还算是个聪明人 相信他能够随心应变的 咱们的疏散G 签鼠章 秦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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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李勋然 你和千万没这样 七夕姐就在外面 你想想她 在过来的路上 七夕姐一直在哭 她说秦神过失之后 她明明知道你很孤单 却还是忙着自己的工作 忙着谈恋爱 她对你的关系很少 她很后悔 队长 去这电话 喂 我记得小的时候 你比秦神还要心等她 你的心里 不可能不在乎她 我记得小时 对吗 杀了 都杀了吧 你看着我 你太谨心看着我 你现在必须听我说话 你现在手手还来得及 你还可以回头 你还可以回头 只要你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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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 你是人 你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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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不要 剩下 Duha 喂 靳妍 我們失去了她的總체 基于我们两个的私人关系 我希望你注意安全 好 我心里有数 放心吧 你和剑药怎么样 我很好 可是他不好 李勋然 可能被鲜花石人魔杀掉了 那你帮我问候一下他 好的 靳远 我知道你查案很忙 但是你身为一个男朋友呢 要尽量地多去哄哄他 去陪陪他 怎么哄啊 也是啊 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悲愤万分 哪怕是天才也会有千里击球不少 不可能 这样